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游房车型,我是老郭 我是翟晨,大家好 这是早晨,我们一会儿要从Saudbury 然后要开车到苏山玛丽 这个路上有几个小镇也很好玩 我们会路过停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争取今天能够到苏山玛丽看枫叶 对,其实外面已经零上三度了 都要穿小羽绒服了 我们在这屋里开着暖气还行 挺冷的了,这边 好的,争取路上我们看有什么景色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人文 好的,一会儿见 我们离开Saudbury 也在加拿大一号公路向西 一号公路 在安省内还叫十七号公路 就是省的十七号公路 所以大家看到路牌 一直说十七号西 十七号西,其实就是一号公路 出南省以后才正式的改成一号公路的标牌 今天的地形和地貌呢 也还是加拿大地中的地形和地貌 和前几天是一样的 不过今天比较平坦 大家可以看 我们一直是向西,沿着修龙湖的北岸一路向西 修龙湖也是五大湖之一啊 对,它是那个最等于是第二个湖流下来的水 第一个湖呢 最前的湖是以后我们会介绍的苏比利尔湖 从苏比利尔湖,在湖水流到修龙湖 再往下流 嗯,这天气真不给力 不过也挺有特色的 有一点点阴天 最好不要下雨 如果是 不过我看天气预报说是不下雨 但是也不知道 这天气预报也不能全相信了 好像北边这边的天气预报特别不准 对,因为确实变化太大 因为这个大湖的效应使得这个变化的非常的大 嗯 如果不下雨 或者说不下大雨的话 我们会一直走 如果路况特别不好的话 我们就会当机立短停下来 该休息休息该停就停 对,是的 嗯,其实要是车上有油 有足够的油足够的气 下了雨 请在随便一个什么地方 也也没事 对不对 对 今天大概我们走三个多小时 就会到达苏山玛丽 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们就会到达第一个小镇 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到这个镇 叫做西拜牙镇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西拜牙镇 来了解一下 当时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镇挺好玩的 其实这个小镇呢 呃 也是一级政府 整个才有700人左右 他是一个法国的殖民地 可是为什么叫西班牙镇 这现在也是一个谜 所以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出来点什么 说道 呃 我们就直接停下来 我从路上看到这附近有一个码头 我们像码头肯定可以停 不要搭着车和船 我们就直接开到这个码头这儿停下来看看附近有什么好玩的 呃 老郭呢 只要一看到一些没去过的地方 他总是好奇心 他就非要来不可 不然的话他心里会很难受 所以说我一般不管他 他愿意来就来吧 咱们看看吧 啊 反正停在这儿 时间还早吗 我们一般有三个小时就能到苏珊玛丽 今天 反正路上可以看看 呃 这个 其实这个西班牙镇呢 也就是一个小的小的港口 呃 他这儿呢 实际上是小的小的码头了 只说叫西班牙 西班牙镇 是因为前面有一条西班牙河 但是具体为什么这个河或者这个镇 叫西班牙 呃 有几种争论 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都是法国的殖民地 与西班牙一点关系也没有 以前在这个地方呢 是土著人的地方 自从殖民地这个 法国人来了以后呢 就占了这个块地方 呃 土著人我们现在也不叫土著人 加拿大人比较重重他们 叫第一民族 第一民族啊 对 就是呃 对对 就只能这样去啊 现在你看有一些雕像 挺好 对 他们这个这个有个雕像 看着就有点像他们那种 那个脸型啊 是不跟方面挺像的 树根 根雕是吧 还挺有特点的 这个根雕在这儿 就放在他们这个西班牙镇这儿 不知道说明什么啊 不太清楚 据说是呃 当时的地的土著人 这么在很多年以前 怎么抢了一个西班牙的女的来 还是一个西班牙女的来逃难逃到这儿来 不知道 为什么 就这个地区就一直叫西班牙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走在满足了你的好奇心了 对 我们看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继续再走 呃 祖山马林是一个很好看呃 看枫叶的地方 那个地方枫叶肯定很好 对 但这个地方就路上好像没看出来有太 太好的 越往北可能更好一些 其实最主要是树种 就是说你是风树多还是松树多 还是阳树多什么等等的 对 它不同的季节也是这段时间是这个风树红了 那段时间又是黄了 不同的季节你在一个地方应该多待一段时间 你就能看出它的这种颜色的变化了 对颜色的变化 因为是呃 其实先 变红的是风树 再变黄的是这个阳树或者是 化树 啊 你不是说还有这跟每年的气候有关系吗 比如雨水啊 还有那个那个那个风树不是冻的吗 你说是是属于冻框吗 这是我我我瞎说的 这个不是科学 哦 那就不能就不要说了 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了盲河镇 我们现在第二站停在盲河镇 啊 盲河镇呢 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镇 为什么叫盲河 呃 也不知道 然后 你一定要来探个究竟 我就来探个究竟 我们就也把车停在它的附近的码头 来看看 其实 其实它还 大家看到这个大湖呢 就还是修龙湖 这个比那个漂亮 我感觉比那个西班牙镇漂亮 据说这个盲河镇呢 有一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在这边就已经算很大的镇了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公社有三千多人 不叫公社 现在人叫乡了 嗯 一个乡有三千多人 呃 在加拿大这个这个安省北部呢 已经很大的镇了 你看那个有很多多房子了 很繁华了 是 其实好像都大通小异 大家都是在这玩水啊 或者是呃 camping啊 是吧 盲河在哪儿呢 我没 能不能找一个人给问一下 看不出来啊 不知道 啊 老郭看那船上有人了 他就过去问去了 就打听个究竟 哈哈哈哈 说是我们已经盲河走过了 这儿还在前面的一条河 说 所以叫盲河 就是因为 对就看到的那儿就是盲河 说是只所以叫盲河 是因为你在湖上根本看不出来 它是河 当时就很多人迷迷路 所以就叫盲河盲河 就这样来的 盲河的呃 主要是生产木材 呃 就实际上就林业了 就是伐木 在因为附近全是原始森林 还有一些旅游的 对 现在呢 又变成旅游的 主要是度假呀 camping呀 因为它有好几个很漂亮的沙滩 嗯 咱们接着往前走 啊 离开了盲河 我们就继续往西走 现在的枫叶越来越好了 对 看得很明显 要是要是蓝天白云就更漂亮了 对 还好 到现在都没有下雨 只是阴天 一直阴天 其实往西走阴天挺好的 尤其走到下午 不然的话 你就会刺眼刺得很厉害 因为一直是太阳在西边嘛 嗯 你迎着太阳走的话 你你会很视野 开车会很痛苦 对 应点天 只要不下雨还好 是的 不过也也怪到中午了 我们马上应该找一个休息的地方 师傅能够吃点饭 小歇一会儿 看看什么地方吧 对 你还有睡午觉的习惯 还得要休息一下 不然的话下午没劲开车了 是吧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现在不开验车 但是晚上还还还干活呢 嗯 还得工作啊 对 还得工作或者什么的 这个休息挺好的是吧 这就是公路边的一个临时休息站 对 还是这个环境还是挺好 我们就把车停在这儿 对 做饭 吃点饭 然后休息一下 对 因为是用煤气做饭嘛 而且要是不影响别人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房车的扩展窗打开 然后这样的比较方便的煤气做饭 而且呢 冷的话呢 打开暖气 休息一下 很安静 只有偶尔的有一两个车路过在这儿休息 而且这地方 哎 枫叶渐的开始好看了 休息完了才又又接着往前开 好的 休息完了 然后接着往前开 其实已经快到苏珊玛丽了 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别人告诉我有一个网非网红的景点 叫做非著名的网红景点 就是Eco Bay旁边的这个回升弯是吧 回升弯旁边的他建立了一个大铜的钱币 就加拿大一分钱 这好像一分钱的钱币一块钱吧 一块钱一块钱 对对对一块钱的钱币 借了这么大一个大钱币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借 可能是我们昨天去的那个沙特伯利人家借了一个涅的大大涅币 然后他就在这借一个一块钱的大铜币 让人们来参观 让人们来看 我觉得他是这样 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回事 如果大家谁有兴趣 谁可以到Google上去查 为什么这儿借了这么大一个大的铜币 就在回升弯 Eco Bay那个地方 对 因为这个借了这个铜币呢 写的这儿有点名了 有很多人就绕道过来来造个像 编成一个网红打卡点 不是非网红吗 我说他非网红吧 听渐渐已经晴了 离开了Eco Bay 我们就已经基本上快到这个苏山 玛丽了 呃 然后我们走的就就没有走高速了 走他旁边的条路 直接就不穿过这个城里 就从绕城的直接就进入这个苏山玛丽 我们订的营地 前面应该不远就能够到达我们的营地 等城里呢 我们明天再去 那个营地我们两年半前 夏天的时候去过 当然是觉得挺漂亮的是吧 那营地还是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又住了 因为我就定了这个比较熟悉了 那么就定了他 然后秋天他的景色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 也是KOA的 对大家可以看到了前面他有个牌子 啊 我要左转进去啊 对他也很很很明显的标志 对 哎呀前面的枫叶好看啊 那边 明天过来看啊 那边的枫叶可能因为这个地方一直是看枫叶的一个经典的地方 嗯 刚看那边路上火红的 嗯 已经到了好看的地方了 应该这个营地 我们从前面再一左转就进去了 看看这个营地的景色怎么样 还记得这地方吗 我们来过 对啊 我还我还记得大致记得 因为这个营地相对比较小 相对比较紧凑 嗯 我我对这个营地印象还挺好的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夏天也也挺漂亮的 这个营地的主要的服务的设施比较齐全一些 嗯 回头他说不定这个地方的枫叶真很好 好像在路上景色还不错 对 是的 这个一定要慢慢的开 因为所有的营地一进入了以后 他就要求你不要超过10公里的速度 要像蜗牛一样 速度 哎 你看这个 漂亮啊 这不是风速 也许是风速 我我我我等我下去 我才能够确定它是什么速 反正它的叶子已经变了 不过已经好像有一些已经掉了叶子了 嗯 这个营地呢 其实KOA的营地呢 有一点点小贵 呃就是因为 那个 60多块钱一晚上吧 对 实际上它应该40多块钱就就就合适了 60多块钱 那你想 他就是有点最后我问过他们 就是说因为他的连锁的KOA的总部收的连锁费太高 然后就 他也分档次吧 KOA里头 对 KOA也分档次 这个应该是挺漂亮的 你看这个应该他的Holiday 嗯 急的 嗯 如果他的Holiday 他有Journey 有Holiday 还有什么急等等的 好几个急呢 大家有兴趣慢慢去查去吧 对 我看看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如果我几点现在是五点应该他还没下班还好对如果下班了的话他会把那个就是你要进来的因为预定的嘛就放在门口你去拿了就好了嗯 现在人不会多的都已经接近那如果没下班的话你可以进去chick in 就是进去办理手续一般你就尽量不要进去现在反正也是疫情期间嘛他都弄好很简单 单时到了 办公室 左边是办公室 你啊 啊对 这就是办公室了 对 我就停在这个地方 应该 好的 我去办理手续 呃 今天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